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与诸位前贤 诸位同学共聚一堂 来研究道理 课题是一贯道的殊胜 一贯道的殊胜 一贯道呢 孔老夫子说的 无道一以贯之 这是一贯 一以贯之 什么是一 一般想一以贯之 就会想说 孔老夫子的道是用一个方法来贯穿的 不是这个意思 这个一是绝对的意思 因为世间的人都落在相对里面 什么是相对呢 霍乎吉凶 得失是非 这是相对 每丑 长短 好坏 大小 多少 相对 我们在座同学是不是 睁开眼睛面对这个世间 用大脑一想 是不是都落入相对 一定落入相对的 跳不出这个相对的苛酒 而道呢 透过相对你是落入现象界 有形有相的东西都是相对的 那是难免的 一个桌子也是有好坏 大小 品质的高低 一定是相对的 人也是有美丑 有善良不善良 气质好不好 等等的 但是呢 修道不能从这里面得悟 所以修道绝对不是我看书 可以讨得到修道的消息 看书只能做印证而已 做一个修道的印证 古代人把这些修道的经验 流传下来给我们做个印证 而真正修道呢 道是绝对的 因为绝对才能够生出相对出来 所以无道一以贯之 这一贯道它特质就在这个一 所以我们传道明师这一指点 这个一呢 就是让你离开相对进入绝对 离开相对进入绝对 一经里面讲说 一阴一阳之未道啊 天地之间都是从一个阴一个阳生 八卦就是从这里出来的 那一根的呢叫做阳 那两个一段的呢 就是这个阳变成两段了 叫阴 一个是阴 一个是阳 所以中国人讲修道要回复到存阳之体 我们说吕洞兵呢 吕祖叫做吕存阳 你回复到存阳 这存阳就是回复到一 绝对 今天我们传道传的就是这个一 绝对 而我们众生是落在阴的 相对 相对就是阴 这是一贯道 那么一贯道有它很多殊胜的地方 不同于其他宗教的 开宗明义呢 它传的是一 是绝对的 既然是一就不是透过言语文字来传的 它透过一种不可思议的传道仪式 直接呢 让你回复到这个一 中国人很重视这个一的 不只是中国人 全世界最有智慧的人 他们安身立命之所在都在这个一 今天西方的大哲学家都是 要回到这个绝对的本体 相对的是现象 绝对的是本体 绝对就是一样 绝对待的意思 一般的时常讲绝对绝对 你有没有想过绝对是什么意思 绝对待 对就是对待 绝对待 就是一啊 二就是对待了 回复到存阳 所以佛法上面讲呢 万法归一 不管你修什么法最后要归一 归一才可以成圣 儒门也讲要为经为一 为经为一 道家呢讲说是得一 守一 这个是一的功夫呢很重要 今天传道传的就是这个一 我们现在分几个段落来谈 啊 这一贯到的殊胜 首先呢 因为他传一 所以说呢 他扮演的一个角色 什么角色呢 一个领导时代潮流的角色 这是我们大家不晓得 我们不晓得潮流流向哪里 尤其年轻人很重视呢 要跟着上时代的潮流 但是你不晓得潮流的流向在哪里 所以都是跟着潮流的尾巴 潮流的尖端在哪里 不晓得 潮流的尾巴很复杂 一条大河 他一开始是从哪里流下来的 他的后面就颇然壮阔了 他源头在哪里 不晓得 所以我们时常讲说要领导时代潮流 一般人只是要求自己跟着上时代潮流 怎么样领导时代潮流呢 那你要知道潮流的动向 潮流是怎么发生的 每个时代的潮流是怎么样子 他有一个基本的轨道啊 一个基本的这个轨迹啊 可以捏拿得出来的 然后呢你才可以领导时代的潮流 而不是跟着潮流走 这是我们年轻人啊 这辈子 当你要踏入社会 踏入整个这种世界的大动脉的时候呢 你要先看清楚 看清楚潮流的尖端在哪里 这样才不会被别人牵着鼻子走 浪费一生 啊 活了一辈子很空虚 茫然 不知道自己活着为什么 永远都是随着人家的鞭子起舞 今天潮流是否走向哪里呢 其实说 穿呢 就是一个皈依 人类自古以来都是要回到这个意 只是成功不成功而已 整个潮流都走向一个奔向皈依之路啊 这是人天性啊 每个人天性要奔向皈依 可是他不成功或成功 他有智慧他成功 没有智慧他不成功 不成功就造成逆流 所以有的人跟着潮流走到逆流去的都不晓得 为什么说生命是要回到皈依的呢 因为我们从一来 所以要回到一去 我们怎么说从一来呢 我们的生命呢 在娘胎里的时候都是一的 所谓的相对就是所谓的思议 思维议论 现在呢我们从小受的教育 是思想教育 训练你思考 训练你去分辨 是非善恶好坏等等的 然后现在慢慢的呢 思想教育呢越来越发达 科学 整个科技文明都是从思想教育来的 思想教育来的 而这些东西都是相对的 但是呢 生命的真相 生命的本质却是不思议的 所以不思议才能够解脱啊 不思议解脱 一般人都认为 要解脱任何的困境一定要用思想 用方法用知识 但那不能解脱 就整个大格局来讲 人类创造了整个科技文明 希望能够解脱生活上的困境 解脱一切的困难 让人们生活的更好 是不是解脱的呢 有啊 局部解脱 但是确实呢 整个大生命 所以说人类的共同命运 落入一个万劫不复的地位 方便的是什么呢 你像电灯啊 很方便 这边有冷气 很方便 那吹得很舒服 却不晓得臭氧成的破了个洞 科技文明有解决 我们部分生活上的问题 可是呢它造成了一个 毁灭地球的一个大趋势 你思议能解脱吧 它可以让你在这艘船上面 生活的比较舒服 可是却不晓得 船底下倒了一个洞 你在那边舒服不了多久 你要沉下去 这是看得到的 现在地球的整个全面性的污染 根本没办法挽救了 没办法挽救 因为它整个社会结构 是一个工商社会 你必须不断地生产 不断地消费 不然人无法生存 生命的形态已经被固定 每个国家都要奔向这条不归路 所以从小到大呢 每一个国家都在训练生产人才 谁去训练你的道德啊 为什么呢 不是他不愿意知道道德轮上是不好的 知道年轻人要有道德 要有人品 可是没办法 我花时间去训练你那些的话 我就没有时间训练你成为一个生产 生产线上的人才 而我生产如果说 我生产如果跟不上时代潮流的话 跟不上别的国家我就要被淘汰 我这个国家当场就要消灭掉了 变成一个大穷国 人亡了 所以我们就活在这样子一个悲剧里面 每个人都要被训练成为一个生产人才 而全面性的生产 全面性的消费就是造成了整个地球的轮亡 还有整个道德的轮上 现在人不重视伦理道德 那是笑话 你现在在路上去跟人家讲忠孝结义 那很陌生的东西啊 好笑的东西 你要跟他讲功利 怎么样赚钱 怎么样子斗争 打倒对手 大家听了眼睛都亮了 讲忠孝结义都要睡着了 等会我们在座这些同学 还跑来这边听忠孝结义 心里都觉得 就谁 不放假 好日子不过 我来听这些对人生没有帮助的东西 那就错了 没有看清楚人生的真相 生命是从不思议解脱中来 为什么皈依 我们人总是用思想 用知识用方法 想要解脱困境 这是正确的没错 人想要解脱 人生 缘起人类共同的努力 就是要解脱 解脱一切的困难 甚至解脱内心的痛苦 烦恼 所以搞什么 心理学 他除了有科学 还研究心理学 希望用一种科学解析的方式来 来化解心理的苦恼 但心理学家 现在到处都是 心理学很 蓬勃发展 但人类心灵的苦恼 越来越严重 心理学 也没办法解脱 这就是犯了一个基本的错误 失忆是不能解脱的 不失忆才能解脱 以前古代的圣人 就已经看出这个 钻尼出来 所以说 释迦牟尼佛讲了 菩萨住不失忆解脱境界 菩萨是住在不失忆的解脱境界啊 我不会觉得不失忆解脱 跟我们的人生太遥远了 人都是用思想去解决问题的 我们曾经不失忆解脱吗 说我从不失忆解脱中来是事实吗 告诉你是事实 每个人都不能避免 而且从你的内心深处 从潜意识用心理学的说法 从潜意识里面有很强烈的欲望 要回到不失忆解脱去 整个人类文化的潮流 就是这样子推展开来的 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展开 怎么讲我们从不失忆解脱中来呢 想想看你在娘胎里 你能思想什么 一点能耐都没有啊 你在娘胎里面是不是不失忆的 可是是不是能够解脱一切的 你生存的问题 你所有生存的问题 上天都已经造好的一个娘胎 让你在娘胎里面呢 安心的过日子 一个婴儿在娘胎里面会想 我要怎么生活 我的前途 我的未来 那又个怪胎 这个小孩子生不出来了 完蛋了 我们都是从这里来的 所以在我们的内心深处 我们不需要思考 我们可以活下来 不需要努力奋斗 可以活下来 天生天养啊 上天生你一定会养你 耶稣说得很好啊 他说天上的小鸟 他也不必耕种 也不必播种 也不必除去 可是他一样呢 生活得好好的 他说地上的一朵花 所罗门王呢 在全盛时期的时候 他身上穿的 那种花贵的服饰啊 还不如一朵百合花 是不是 一朵百合花就比他身上 穿的多漂亮 你说任何一个女孩子 穿的多漂亮 我们在座的那些女孩子 比得上一朵花吗 随便一朵百合花 那种美啊 就超越了 超越人为的 所以呢 上天呢 生你 就让你活在一个 不思议解脱之中 你不用自己的思想 自然有各种的因缘 来帮助你 解脱一切的困境 这就是一种所谓的 生命共同体的观念 不是观点是一个事实 天人合一是个事实 如果不是天人合一 谁造的出一个娘胎来 全世界的科学家 都造不出来 我们常讲说 有四管婴儿 四管婴儿是说 把精子和卵子 在四管里面结合 以后还要送回娘胎去 他不可能在四管里面养到 呱呱落地啊 没有的事 全世界的科学家 造不出一个娘胎出来 那是天地的一个大宝 造出来 不可思议的解脱 诶 这个解脱之事就造成了 好 我们生下来以后 你有什么能耐 你除了张开嘴巴哭啦 会要喝奶 还能做什么 你有什么思想 有什么行动 有什么前途 有什么未来 没有啊 你还是活在不思议解脱中 还是活在不思议解脱中 你不思议但是一切可以解脱 只要你有这个命 就可以活得下来 就算父母亲都不要你的 诶 一样有孤儿院可以要你 一样 只要你有这个命 自然呢 有很多的因缘会成熟 让你活下来 可是人慢慢成长以后 被教育 说你要想办法去生存 他不晓得 这个生命根本和天地是一体的 所有这些无形的神明先佛 和他的生命是共同的 我们人呢 是自己呢 自作聪明 自己要想办法要怎么生存 事实上不需要去想办法 一直炒一点路啊 生命是活在不思议解脱中 所以说人类的整个文化的运作 就是这样子发生 人因为从不思议解脱中来 所以他要回到不思议解脱去 他慢慢成长以后呢 他从潜意识里面有一种力量 要逼迫他回去不思议解脱 所以他要寻找一个不可思议的力量 权威的力量 他认为有一个不可思议的力量 我只要信靠他 他可以解决我一切的问题 他不晓得这个力量 就在我们的生命本质里面 今天我们传到传给你的 就是这个不可思议的解脱力量 不思议解脱力 就在你的生命里面 只是你不晓得利用他 禅宗讲的 回复你的本来面目 人的本来面目就是一个不思议的解脱 这是生存的一个真相 每个人都可以活在不思议解脱里面 这是你不晓得去受用的 整天操心思虑 灰尽脑筋 就活得很辛苦 也很痛苦很茫然 没办法把自己生活的安排很好 面对很多不可知的未测的未来 悲伤的过去 还有眼前的 忙乱的现在 这是众生的生活的困境在这里 灰尽脑筋 通脑好的可以安排得好一点 通脑不好的呢 当下就要陷入困境 那么刚才讲了 人的因为要回到不思议解脱 所以开始在童年的时候 我们认为的不思议的力量 不可思议的大力量就是父母亲 或者养大你 养活你的成人 大人 因为我们不了解大人 可是大人可以解决我们生活的问题 所以父母亲的权威性就这样建立起来 但是慢慢的你慢慢长大以后发现父母亲跟你也一样 甚至比你还差 因为你年纪大了以后你发现我体力啊精神都比他旺盛了 所以父母亲的权威就动摇了 但是人内心深处还是要寻找一个不思议的解脱力量来依靠 啊 于是呢 就产生了什么 人类族群社会的第一个信仰 所谓的图腾崇拜 有没有听错过图腾崇拜 图腾崇拜就是崇拜动物 到现在很多非洲的啊南美洲的一些原始部落啊 甚至山地人啊 他们还是会有这种图腾崇拜 蛇啦崇拜什么眼镜蛇啦 反正崇拜动物 因为动物他们不了解 动物是一个你不了解的东西 但我们现在了解 因为我们有上这些生物课啦 什么有去研究它 哎他们不了解 他们认为动物有不可思议的力量 啊 所以他们去崇拜这些图腾 崇拜狮子啊老虎啦 啊 这叫图腾崇拜 而图腾崇拜呢 慢慢随着名字一针啊 大家头脑越来越好 又发现 这些动物比人还笨啊 我去崇拜他 那太笨了 啊 所以就转变了 信仰开始转变 啊 转变成为一种多神信仰 啊 崇拜什么 山神啊 树神啊 海神啊 河神啊 日神啊 月神啊 各种的神 那种多神信仰 啊 啊 因为多神是 注意哦 他这个 虽然信仰的不同 可是有一个寻求不思议解脱 寻求一个不可思议的一种权威 啊 来依靠的 这样子一个 内心深处的一个 一个企图 啊 在里面贯穿这一切 然后进入多神信仰 啊 多神信仰又出了问题 因为多神信仰会造成人类族群的一种冲突 我信太阳神呢 你信月亮的 我们会打架 啊 会起战争 啊 我信树神 你信山神 他信海神 造成部落的战争 分裂 啊 而且呢 神的指示又不同 这尊神来的指示 也许和上 另外一支神 那另外一尊神呢 产生冲突 啊 那么人类呢 就慢慢的呢 自然呢 他又为了要生存啊 生存的更好啊 所以说他还是 神 他是不思议的 我不要去了解他 我只要服从他 就好了 就像一个婴儿 他生下来 我不用去了解父母亲 我服从父母亲 父母亲一定会照顾我 甚至他在娘胎里的时候 也没有想说 我要怎么样子做 啊 诶 他自然可以被照顾得好好的 就是这个因素 所以造成了整个宗教信仰 然后多神信仰 就刚才讲的 有这些问题存在 主义士就转入了所谓的一神信仰 一神信仰 定义 耶和华的信仰 或者是 真主阿拉的信仰 只要一神信仰 这样权威能够归纳 一神信仰发生 意思是人类经过很长期的一神信仰 啊 相信呢 我只要依靠真主 依靠耶和华 那么上帝呢 会解决我所有的问题 所以在人是不可能的 但是在神是全能的 神是全知全能的 神是全知全能的 只要把你偷户给上帝 上帝就会解决你生活中的一切问题 你不用操心 你只管信仰 你的生活上帝会帮你照顾就下来 是不是 这是基督徒的一个信仰 叫一神信仰 因为文明社会慢慢就迈入一神信仰 但一神信仰有问题啊 首先教条主义出来了 然后呢 军权和神权结合 有些国王利用神权来巩固他的军权 来凌虐万民 啊 因为神是不会说话的 神不会说话的 那么神说话是透过一些 所以说 这个圣灵充满啊 透过一些特殊人物来说话 那这些人呢 有可能起了私心 像我们现在 道场中有用翘手啦等等 也有的翘手出问题的 啊 借翘 他加上自己的私心啊 等等的 啊 于是这个慢慢 今年哪一月下就发生问题 啊 发生问题以后呢 就变成所以军权和神权的结合 民不聊生 啊 所以说 军权神兽说 有没有听过这个 啊 军权神兽 国王的权 或是大臣的权 是上帝赐给我的 我要你们生 你们就要生 上帝不会说话 上帝借着我的嘴来说话 传达他的旨意 我要你们活 你们就活 我要你们死 你们就死 我要你们做东 你们就要做东 做西你们就要做西 不合理 他真反抗 这样一个上帝 带给我们痛苦 所以他要反抗这个上帝 这种力量慢慢凝聚以后 到了十八十九世纪的时候 啊 崩溃了 于是呢 人类进入了 什么阶段呢 从一神信仰一下 变成进入一个 所谓反抗权威的心 反抗权威 因为这些权威 让我们生活的民不聊生 而打倒这个一神 打倒这个神的权威 还有包括由神的权威建立的这些所谓军权啊 等等 啊 于是人类就进入了一个时期 叫革命时期 注意啊 这一切呢 我们时常在讲革命革命 却不晓得革命怎么来的 啊 其实革命也是从这里来的 就是因为人类寻求不思议解脱 结果失败了 才走入革命 为什么失败呢 很简单 他向外去找 他向外去找一个不思议解脱 却不晓呢 不思议解脱的力量就在你生命 就是你的生命的本质 你没有回过头来 所以我们道场中传道叫你回光返照 要回过头来 观照自己的本性 中国人就不会走这种路 要观自在 大学之道 在明明德 要光明你本质光明的德行 他们不是 所以现在整个时代的潮流都由西方带动 因为他们发展出科技文明出来 他们要人与天真啊 上帝有什么了不起 我发明更多的东西 来打倒上帝 革命 进入革命时期 展抗 只要能够打倒上帝呢 人类就可以 活在幸福和光明里面 他们有这样子一个幻想 所以有一个 这个 这个哲学家 德国一个哲学家 他叫尼采有没有听过 他宣布上帝已死 上帝已经死了 那俄国一个文豪啊 都是托耶夫斯基 他说如果上帝不存在的话呢 就没有审判 如果没有审判的话呢 一切善的行为 一切恶的行为 都可以被允许 你行恶也好 行善也好 既然没有审判 那只要你不被法律抓到就好了 啊 就看谁厉害了 啊 这种观念就开始出来了 人类进入一个革命时期 混乱的不得了 没有任何道德可以制裁的他们 甚至呢 道德是他们制裁的对象 他们那些是虚伪的 啊 上帝啦 先佛啦 神明啦 通通要打倒 这个潮流吹到中国 就发起了武士运动 啊 全面西化 全盘西化 要把现装书丢到粪坑里 啊 要打倒这些所有的这些 所谓破除释旧啦 这些迷信啊 信仰啊等等 噴水 全面性的混乱的大革命 走错方向 一直走到一层信仰 就爆发了 中国是词语之秧 西朝东建 也吹起来 像中国人 中国人的一个不可思议解脱 一直都是向内来的 向内来寻找 不是向外寻找 他们走错路 啊 所以进入革命时期 革命时期以后 好了 所有权威被打倒以后呢 然后呢 人类就进入一个所谓的 少数服从多数 民主表决的时代 啊 民主表决的时代就发生了 我们现在就进入这个民主表决 所以工会政治 不是 议会政治工会经济 台湾还没有那么成熟了 现在西方的最先进的国家就是 政治是由议会在主控 议会可以决定 那个 那个经济是工会 所以工会 经济 议会政治 权威还是存在的 什么权威呢 就是刚才后学讲的 生产 所以现在出现的是雅皮族 雅皮知道不知道 大家心向往 什么样子啊 雅皮就是一种所谓的 通上高品质的生活 高物质享受 精致的 高尚的 物质享受 穿着也好 开的车子也好 都是要明白的 人 天作孽有可为啊 人作孽不可活 真是人作孽 不可活 于是呢 从美国欧洲 一些社会精英分子 大概四五十岁 三四十岁 这个年纪的 他们呢 发起了一个运动 叫新纪元运动 就是要创造一个新的世纪 他们提出了三大宗旨 在美国呢 所以战后婴儿潮啊 都投入这样子一个 这个运动里面 像柯林顿就是其中的一个 所以婴儿潮就是说 第二次大战结束以后 生出来这些人 大概四十几岁左右 那个都是 就美国来说的话 全世界不说了 就美国来说了 它是最有钱的 最有学问的 最有地位的 这群人 他们人口人数 大概有一两千万 他们人虽然少 只有一两千万 可是他们可以主导 整个美国的趋势 换句话说呢 他们可以主导整个世界 整个国际间潮流的趋势 而他们大部分都投入了 这一个新纪元运动 所以我们讲到潮流 从潮流慢慢分析过来 这个新纪元运动就是 开始呢 要回溯到这个原始来 要寻找生命的本源 又回到源头来 他们提出三大宗旨 第一个 是生命的潜能无限 第一个是生命的潜能是无限 这个万物的源头 要找出这个源头来 天地万物同出一个源头 他们甚至运用科学的方式 来找出这个源头 找到这个源头以后 就会发现挖掘生命的潜能 因为人类呢 都在挖掘地球的潜能 挖掘地球的资源 却不晓得呢 生命的本能 生命里面有无限的潜能 他们已经开始向内来寻找 要挖掘生命里面无限的潜能 如果 找到万物同出的这个源头 又开发出生命的潜能的话 那么自我和世界都可以改善 因为现在人类呢 尤其是有事之事 一般人活得很糊涂 有吃有喝啦 整天为前途打算啊 功利啦 就这样子 却不晓得呢 真正聪明的人 高瞻远瞩的人 已经看到全体人类 正在迅速地走向堕落和毁灭 所以但是他们发现 只要前两点做到了 后面呢 自我和世界都可以改善 于是人类又充满了乐观 可是他们还在摸索之中 还在摸索之中 他们已经开始找 在寻找 啊 在寻找这种万物同出的这个源头 甚至就通过科学的 像英国有一群科学家 他们找到什么呢 他们用很精良的科学仪器呢 在寻找一个磁场 我们知道宇宙呢 有大磁场 全世界的科学家造不出一个细胞 可是宇宙可以生天生地 可以生万物 地球也有磁场 有地心引力 先有这个磁场才有地球啊 啊 磁场是无形无相的 可是它是一些生命的源头 但是地球的地心引力 地球的磁场和宇宙的大磁场 和我们的人生有什么关系呢 这就是所谓的天地人三财 和我一体 这些科学家很聪明 他们发现呢 地球的磁场 地心引力 每一个星球的磁场 然后呢 交织成片 没办法分割 因为磁场它是无形的 虽然中心点不同 可是它的力量结合成一体 像地球和太阳之间的磁场 和所有行星之间的磁场 所以造成了整个星球的共同运行 这中间就形成一个大的磁场 而整个太阳系 又会和其他的星球呢 它的大磁场呢 结合成一体 整个宇宙的磁场就这样发生了 好 那么人在里面扮演什么角色呢 每一个生命都有一个磁场 就像每一个星球有一个磁场 然后它在 于是它在宇宙的大磁场中 扮演了取足轻重的地位 同样的呢 每一个生命都有一个磁场 叫做生物磁 这个磁场在我们每个人生命之中 它和宇宙的磁场 和地球的磁场是相通的 你如果充分开发的话呢 这个磁场和 可以让你和天地宇宙的磁场呢 融合成一体 这就是所谓的天人合一 这时候你的生命呢 就有充分的磁场 充分的能量呢 来供应你 就可以深度的开发你的大脑 因为我们的能量不够啊 我们光说靠食物啊 这些能量要开发大脑 没有办法 人类开发大脑啊 只有开发到百分之 不到百分之十 最聪明人只有开发到百分之十 那为什么说这些圣人有大智慧呢 因为他可以深度开发 要深度开发一定要靠谁 我们传道讲的先天的能量啊 先天啊 我们讲先天大道 这个先天就是 没有 没有天地以前呢 就有的一个大磁场 这个磁场每个人生命里面都有 没有地球以前就先有地心引力啊 然后才会有这个引力造成 这些土块的团聚 一样啊 没有我们这个身体以前就有一个磁场 这叫生物磁 这就是所谓的天命啊 天命之未性啊 中国人早早就发现这个东西了 上天给你的这个命啊 和人命是不同的 这个天命呢 这个命就象征一种能量 上天呢 降下来一种能 这个能呢 就是你的本性 灵性 现在他们用这个更科学的 我们年轻人更能接受的名词 叫生物磁 这个磁场 这个磁场是无形无相的 但是任何磁场都有一个中心点 可以用科学仪器呢 检查得出来的 发现这个磁场 每个人都有生物磁 而这个磁场的中心点在哪里知道吗 在头骨和鼻骨衔接的地方 是哪里 玄关 他们找到了 真是厉害 我们透过名师指点呢 典里的就是这个 而他们呢 这些科学家已经找到了 这些星际人运动者 这些精英啊 找到了 可是不知道怎么开发 还在摸索 要怎么样开发呢 有这个磁场在呢 怎么样 打破它和这个宇宙之间磁场的界限呢 让这些能量远远不绝的进入每个生命里面发生它的大作用呢 因为这不是说一个关闭的磁场 这个磁场一旦和宇宙之间的磁场打通呢 就要像我们都有线路有电灯 那么有电力 有这个电力公司 有发电厂 那这个中间管道不通啊 这个管道一通以后 哇 你要多少电都有 远远不绝 不是我们本身有很多电 而是发电厂里面有无穷的电 这是个庇域啦 同样的情形 生物词也是 今天我们传道呢 明师指点就是点开你的玄关窍 把这个窍孔打开以后 于是呢 你和天地宇宙的大磁场 诸天先佛 十方极乐世界 净土的磁场整个相通了 于是你生命就整个活过来了 整个活过来了 你生命里面本有的这些能力智慧 整个就会开发出来 深度开发出来 然后你就会进入一个 迈向一个新的成熟的境界 人在娘胎里面 从不成型的一个细胞 到四肢百害五脏六虎 拼的就是这个东西 后天的能量只是辅助而已 为什么呢 因为婴儿有充分的 运用到这个先天的磁场 怎么讲婴儿有充分的 运用到先天的磁场呢 到了先天 交后天呱呱落地 又慢慢失去 我们看看婴儿 那可婴儿在娘胎里的时候呢 都是怎么样 这个知识 跟我们传道的时候 五影三前对河童一样 它尤其手不是报河童 报得很精确 可是都是这样子 有没有看过婴儿 这样子这样子的 那怪胎生不出来 一定是这个样子 它尤其手不是报得很精确 但是报河童 最重要就是对河童 对 五影三前对河童 因为你心不会外 你的心里会凝聚在这一点上 这个时候你生物磁 这个磁场才打通来了 像我们你如果说叩首的时候就是这样 叩首的时候就是回复到婴儿 老子讲说圣人是互归于婴儿 像婴儿一样 凝聚在这一点上 所以任何人在娘胎里都是这样子 凝聚在这一点 当你的心回到这里的时候 就是归一的时候 你的心一离开这里就落入二 就会去分辨啊 是非好坏美丑高低长短 回到这里的时候是一 是绝对的 而婴儿诞生以后呢 呱呱落地以后呢 它是从一慢慢的落入二 婴儿刚生下来的时候 它根本看东西看不清楚 为什么 因为它斗鸡眼 它是看内饰 任何的婴儿都是看玄关的 有没有注意到过 年纪大一点可能有注意到 年轻人根本不关心婴儿 讨厌小孩子 你要去观察小孩子 小孩子就是生命的本源 所以说圣经上面 耶稣讲 你要回到天堂 要先变成小孩子那个样子 婴儿他是很接近神的 你看他内饰 到家讲说内饰才能长生 一般人都外视向外看 内饰 所以婴儿都是斗鸡眼 都是斗鸡眼 他眼睛一直向中间 因为他看玄关 所以他还没有太离开本性 还没有太离开义 所以他开始会受到外界的干扰 开始向外看 于是他进入第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在梁胎里面 那是纯粹的皈依 从太极回到无极 第二个阶段呢 就已经剩下斗鸡眼了 剩下说 凝视玄关 第三个阶段呢 他开始眼睛会东看西看了 可是他每天呢 会有相当长一段时间观察他的手指 这些医学家就分析啊 婴儿在观察手指的时候 就是他的大脑在成长的时候 为什么呢 你看看你在看手指 我后学有观察过 婴儿在看手指的时候 不是这样子看哦 不是像我们这样看 他是看得不动 那就是在手旋啊 是不是 你看着这些手看 是不是在手旋 教你一个最简单的手旋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这样就是手旋 看着自己的指头 就是手旋 不管看哪一根 马上焦距凝迹在这里 意念回到这里来 大脑在成长 你现在会不会干这种事 不会啦 最多看自己手有没有漂亮 掌纹 命好不好 所以你大脑不成长了 越来越笨 好了 时间也到了 等一下呢 黑堂课呢 我们大概把整个大时代的潮流 从古代到现代 做一个交代 最后归到一来 你已经走在 放在潮流的尖端了 搞清楚 你已经得到了 这些人呢 所谓现在所谓 社会一流的精英分子 国际的 国际人才 他们正在寻找这个一 而且也找到了 而我们是已经归一了 透过明师一指 你就已经归一了 所以搞清楚 你现在放在哪里 现在这些所谓的新纪元运动 这些所谓的剑将啊 这些 这些社会精英分子啊 他们扮演的是一个潮流的尖端的角色 他们扮演的是这个箭头 而你知道你的位置在哪里 你的位置在这里 我们在座每个人 我们的位置在这里 只是自己不晓得 自己还回过头了 要跟着潮流的尾巴走 每个人位置都在这里 为什么 因为你经过传道仪式 你身不由主的被放在这个位置 现在你要做的事情只是发现 可以承担 就这么简单 一旦你发现了自己的位置在这里 我在潮流尖端的最尖端 我承担这个事实以后 你有太多做不完的事情要做 有太多的使命 一下子在你的身上发生了 你会很精力充沛的 会很满心喜悦的 很充实的去过完你的下半辈子 下堂课我们再来谈你的下半辈子 请起立 请不吝点赞 等一下 就是 如何